而美国各州一号同步庆祝健保改革上路 也揭开历史新业 华人最多的洛杉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为全民健保造势祝福 那么东森新闻现在呢 要电话连线给南加州的保险业者张博鑫 请他来进一步来为我们说明健保改革的前景 张总裁您好 所有的东森的观众大家晚安 好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说 美国进入了全民健保时代 虽然跟台湾相比玩了快20年 那您怎么看 OK 真的很恭喜台湾的居民 全民健保20年以前就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而今天全美国开始提供全民健保 但是这个全民健保的观念 跟台湾的观念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观念 美国的全民健保是 如果说你不买健康保险 是从明年开始要罚你了 而不是政府免费的就给你保险 除非你够穷 你如果不够穷 你是拿不到保险的 是 那么我们再怎么来看这个 欧视健保的前景呢 前景呢 OK 物中看花 那物中看花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两个取决于两个清决第二条件 第一个就是我们年轻的健康的族群 就我们特别拍摄的那个影片 就是推广到年轻的族群里面 健康的族群里面 大家都要有这个买健康保险的观念 因为如果是光靠政府的补助 跟有钱的人多加税 多加他们保险费 这个健保是撑不了多久的 一定要有更多的人 大家投入 有更多健康的人一起投入 大家一起来分担这个社会的责任的话 这样子这个铺 就这个池子里面的钱多 然后才能够让这个保险 能够支撑得下去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 今天开始有非常多 过去是买不到健康保险的人 他们急得现在要开始买保险 也是过去的经验 100个人买保险 有80个会被批准 可能有20几个会不被批准 那些真的有带病要投保的人 买不到保险 现在突然之间开放了 这20几个本身买不到保险的人 一定会先进来 那这些人会cost掉保险 或者非常多的这些资源 所以说那个保险 这个道理前景如何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是这个年轻人 他们投保率怎么样 是 那我们听说 第一天的民众询问电话 其实就非常多 那就您的分析 您觉得政府准备好了吗 是不是有些配套的措施 有没有到位了呢 OK 我这样子讲好了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很多餐厅开始的时候 或者很多新的生意开始的时候 都有一个说明叫市营业期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讲说 我们现在全民健保 目前来讲 应该是要给政府 给 像我们在加州 要给Calf California 一个市营业的一点时间 像今天我们的电话 真的是这个 像排山倒海的这样子过来 然后呢 我们也一直上网 然后也很多 一直跟政府那边 Calf California打电话 OK 他们的网站 今天呢 当机好几次 到现在还在当机 所以说呢 这有太多人要询问 或者太多人要上去购买 然后这个把政府的 这个网站也冲垮了 很多保险公司的网站 也停摆了 都被冲垮了 所以我们讲说 在刚开始的这几天 要市营业期 所以说他们到底 准备好了没有 每个人都说准备好了 可是呢 那么大的电话量 跟那么大的人 这个人要上去的话 OK 这个目前电脑是有问题的 那配套措施 我们也是看这个 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 或者Calf California 他们一直有所谓的 这个最新的引风命运出来 但是我们要给他们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华人朋友 也不要太急 OK 那最后 如果华人朋友 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功课 您有没有哪些建议呢 好 现在分两部分来讲 就是现在已经有 健康保险的民众的话 那保险公司都陆陆续续 都已经开始寄信给你 通知你说你的保险 现在的保险 如果你是Grandfather 就是2010年3月23号 以前生效的保险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那个保险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直到你说你要放弃它为止 你都可以继续买 可是2010年3月以后的保险的话 你必须要做一个转换 转换到Qualify政府规定的 那四种计划里面去 那至于说 你应该是换到哪个计划 会比较好的话 当然是跟你的保险经济 OK 联络一下 看保险经济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OK 可是呢 你不能收到保险公司信 你都不理 因为如果说你都不理的话 可能到了12月31号 你的保险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一下 你有保险的 或没有保险的 知道自己没有保险 他一定会赶快要问 可是你现在有保险 但是你不用急 原因我刚刚讲 现在保险公司电脑 各方面配套东西 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都非常混乱 所以我建议所有的观众 可能到了这个10月中 甚至于11月初的时候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买的保险 都是明年1月1号才生效 但是你必须要在 12月15号以前 把它弄好 因为你12月15号 16号去申请的话 不会在1月1号生效 就会到了2月1号生效 所以说在12月15号 是一个关键的日子 好 是 谢谢 谢谢张总裁 给我们带来非常清楚的分析说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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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